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我觉得你非常了不起 就你可以连续两天都选择一支失败的球队加盟 真的很有眼光 还不一定呢 还不一定 还不一定 而且刚才我们这个人气队在介绍的时候 已经就开始放狠话的状态了 你们想好待会你们的口号好不好 我们来先欢迎一下今天我右手边的气人队 欢迎你们 来 诚哥介绍一下 今天我又有两位新的搭档 两位新的成员 都说事业杯上防守战术盛行 大家都在摆大巴 然后我今天旁边来了一位小巴 有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之前做组合 现在是单人第一次来这里参加的范威 大家也可以叫我小巴 非常开心能够参与这次的胜利队啊 谢谢大家 有有有有 来来来来来 下面这位 大家好 我是刚从瑞哥公司毕业的二毛 我现在心里什么东西都做的 视频自媒体博主 在这里开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拜个早年了 等一下 拜早了 什么叫拜早年 祝大家新婚一坏 不是二毛我们太了解了 二毛在今天的这个现场 可以跟范威 刚才范威自己说 离开那个队伍之后 有点没有安全感嘛 对 今天你们两个人也可以组成一支 很好的一个team 创业对 关键在这要提醒各位的是 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 如果有什么想要对我们说的 请这个关注我们的微博 登陆微博之后 前往火星世界杯的话题 也参与话题的讨论 那么马上我们的答题就要开始了 两队准备好自己的口号 首先是我们左手边的人气队 你们的口号是 人气人气 不会被气 口号都忘了 太专业了 感觉好像不是特别的强劲 是啊 来来来来来来 这一队你们的口号是 三二一 气人气人气的就是你们 能不能气得到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啊 现在先看一看我们的答题环节 马上要开始了 先看一看我们的答题规则到底是什么 谁的脚最快 双方队员使用脚踩下抢答器 答对得一分 答错对方得一分 提前抢答将被黄海警告 准备好了吗各位 好了 我再次强调一下 咱们这个下边的设备啊 是很贵重的啊 这个不要太使劲 尤其要提醒一下肥龙 不是这个距离太短我推短我抢 我都抢 我正是因为这一点要提醒你不要 就是你把脚先放在上面 轻轻放在上面就好了 听我说三二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再再抢好不好 ok了吗 请听第一题 Hello 大家好 我是预测地世界狗 今天继续由我为大家出题 请仔细听题 以下哪个事件是真实的 A 蔡依林曾给内曼尔做过翻糖蛋糕 B 贝克汉姆曾给陆寒的社交账号点过赞 C 华晨宇曾邀请皮克夏奇拉夫妇去过自己的演唱会 D 李冰冰曾教其他内练瑜伽 这道题好像信心量还挺大的 这个我们要准备好了啊 跟很多的艺人明星相关 我们也知道很多艺人明星都特别喜欢球员 他们跟球员有没有过这种互动 请告诉我答案 3 2 1 开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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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道题还真的是跟你 昨天在这边她一次都没想到 一次都没想到 证明这边是福地啊 正好作为人气队今天本场第一个答题的人 是不是 你告诉我你的逻辑是什么 你选择哪一个 我觉得有点可能啊 因为那个蔡依林她很会做翻糖蛋糕 我有去过她开的那个蛋糕店 哦 很漂亮 而且她的蛋糕的名字都是她的歌名 她会做翻糖蛋糕 并不代表她曾经给内玛尔做过翻糖蛋糕 而且而且我觉得我对蔡依林的感觉 她好像都喜欢高的 哦 高个子 高个子 内玛尔不是 不是 你什么意思 她应该喜欢C罗那种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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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内练瑜伽这时倒是真的 对 因为冰冰姐本身就是一个瑜伽大师 而且她曾经帮过吴彦祖 而且她曾经跟其他内 是同一个运动品牌的代言人 哦 有了这个信息 你别看他们是你们对立的一个队啊 但是强哥有一个特点 强哥是他忍不住 对 他作为一个足球专家 他就忍不住想告诉你们这个事实 我觉得特别不公平你知道吗 怎么呢 人家队有一个 除了足球剩下的一无所知的人 我们队没有 有 不不不不 公平还是公平 非常公平 你们是 冰队有一个就是 一个一切都一无所知 他当了票 你这是公平了吗 你们是一切都 你告诉我 现在已经该给的提示都给完了 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 那我选择B B 第二个选项 B 那你刚才在这废话这么长时间 哈哈哈 在干嘛 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的正确答案 到底是什么 请看答案 答错 哇 哇 这确实 人品 真的人品 来 听我解释一下啊 我说的也都没错啊 我前面说的细细 听我解释一下 听我解释一下 很多人都说 说陆寒不光是个真球迷 而且是一个 踢得很好 记忆力 和这个对于足球的分析 非常非常专业的一个资深球迷 哇 哇 他们录完节目之后 一块还踢了一次球 他确实是这个 呃 野球 野球当中的战斗机 哈哈哈 速度非常快 真的 然后这场地赛呢 他也有上场 嗯 那他几次上场 踢的真的非常不错 速度 你看看 哇 很多的艺人和明星 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足球的偶像 嗯 然后他们从这个偶像的身上 学到了非常多的 比如他们的精神啊 嗯 或者他们面对这个生活的状态啊 包括还学到了一些球技 对 那我们今天在现场呢 宁环宇就是这么一个人 啊 啊 他自己都不知道啊 他啊 你不知道吗 怎么今天你们说了我自己都不知道 怎么给欧文装修啊 你过来你过来 你过来一下 我过来 因为我在来录节目之前 导演组就告诉我说 你知道吗 我们在现场有一位踢足球踢的非常好的人 我当时就以为是强哥嘛 但是他说 哎呀年纪没有那么大 哈哈哈哈 年纪相差大概三十几 不是我 我没有说我踢足球踢的非常好 我只是说我特别爱看球 特别爱看球 对 你喜欢的明星是谁 C罗 C罗 C罗这两天的表现真的是惊为天人 你作为C罗的这个球迷 在球技上 你觉得你跟他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完全没有 我 为什么导演组让我cue他 对 你们都要好了吗 对了高 没有没有没有 但是我有一个习惯 就比如说 C罗那天打 还是那天打齐斑牙的时候 他那角热领球的时候 哎我我 因为我平时他踢球的时候 如果他在黄马 我会穿上他黄马的球衣 哦真的 如果他在葡萄牙 我会穿他葡萄牙球衣 然后然后我我我我我会穿着球衣 然后他不是发热领球 有他那个标志性的动作吗 对 来 我会特别傻来跟着他 来来来 别别别 特别傻 我一个 一个 球 Robert齦就已经准备好了 他这球啊 宝费真要多余啊 那这个郑 你自己要去我们这成全你 哎 球踢不踢地无所谓啊 这个流程一定要对 对不对 动作一定要对 我们所有了解C罗的人 或看过比赛的人 大家都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这么喜欢他 你来模仿一下 关键是做了这个动作就踢不进了 没关系 没关系 都不重要 帅就可以了 哎 先是怎么样 什么动作 先是要 我们先欢呼一下好不好 哦哦哦哦哦 需不需要一个人站在前面 站一下 他就会要 站 哎呦 哎呦 可以 可以哦 但是我没有做他的动作 再试一次 你现在就在绿营场上了 这个球门会不会太刁钻了 没有没有 就是有一个弧度嘛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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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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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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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 请注意 现在宁淮云已经带球了 带球走到了球门前 发现球门前并没有守闻员 哦 空门打歪了 好漂亮 空门让你打歪了 哈哈哈 不错 有的时候要 要懂得收 我觉得第一把收了就好了 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啊 真的不错啊 那个这个 由于呃 刚才环宇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我们节目组也没什么可送的 就送你一个球门吧 哈哈哈 这个我真的是 看不可让 这个真的可以放在家里吧 对对对 好好练练球 哎现在 哎李莎你你你喜欢哪个球星啊 她刚才说她喜欢C罗吗 哦 哎昨天不说了三个吧 所以我没有特别喜欢球星 但是我是追星族 没错了 追星族没错了 对 哇BB啊 哎呦 我们不管是喜欢足球明星 还是喜欢这个 娱乐明星 对 其实大家 在这个喜欢的过程当中 真的可以收获不少 啊 我们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 也可以给大家说 快乐的同时也可以了解一些 关于足球的知识 关于足球明星的知识 接下来紧接着我们来看一看 第二题到底是什么题目呢 请听题 以下哪个选项是瑞士球员名字的谐音 A 森德罗斯 B 森德罗姆 C 森德罗帽 D 森德罗栓 我可能觉得是罗栓呢 罗栓最大 这个这个我是真的不清楚啊 我是真的不清楚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个题 最简单的一个题 我觉得导演组出这个题的时候 太不走心了 啊 因为 待会我再说吧 说完就把答案出来 我先抢答 那我们先抢答好不好 好 三二一开始 我抢答 恭喜二毛 你别动啊 还好没事 棋人队现在目前是零分 所以二毛抓住机会 到底哪个是体谈 恭喜 我觉得来到了五金店 对吧 一点螺丝啊 螺帽啊 我都要得脑血栓了 到底是谁啊 我来做个全景的解读啊 对 因为这个确实是我非常熟悉的一个球员 我也曾经采访过 接触过 你怎么都熟悉呢 哪都有 因为他曾经效力于我支持的一支球队 对啊 他是阿森纳 阿森纳 当年青年军当中的一个中尉 他的名字叫Sandros 所以是A 森多罗斯 对 但是这个人很倒霉 怎么 一出道呢 碰到切尔西 切尔西 就遇上了切尔西的一个暴力前锋 号称这个非洲刘多华的 非洲刘多华 什么称号 对 德罗巴 他碰到他每次都丢球都会有失误 所以呢 这直接生涯就一路走低 OK 这个呢 真的是一个人生故事 你如果在不恰当的时间 碰上不恰当的对手的话 真的很可能很倒霉 是 这句话送给我们的人气队是吧 对 为什么 不要飘 来 我们看一下这要提的正确答案 是 A 是 你觉得是 A 是吧 请看正确答案 让我们操作 我了解 我们看到我们选我 以下哪种装扮不允许出现在足球比赛中 A 脸上涂粉底 B 涂墙力发胶 C 戴项链 D 戴护目镜 我觉得 有人会 有人会涂粉底上去踢球吗 为什么 不行 爱化妆不行吗 女狗姑娘们难道非要素颜什么 如果有一天我要提不条我 我也要化妆 那个会化妆啊 就是会出汗 你下来补一下就好了呀 对吧 冬草休息的时候拿出粉饼补一下就好了 那一定守门员是装最全的一位 对 来我们看这道题目到底正位答案是什么啊 请请 不是 我说要你们抢答 抢答抢答 准备 3 2 1 开始 哎呃又来了 哎呦我 这就是我 这就是我 犯规 我们都不会用 为什么 没看开始真惨了 再来一次吧 别啊 你已经赢了 再来一次干嘛 好好好 没关系没关系 一道题而已 对 杨老师 我刚才余光也是看到这个二猫稍微有一点点早 啊 你先告诉我 不一定他能答对 他如果答错了 你不是先别吗 对 我说一句话 你说 杨老师 你能不能答应我这事 这一局你别说话 那怎么形成一个团队 一个团队就要互相帮助 杨老师 杨老师 你可以说 你可以 你可以回绝他 但是你也可以发挥 场上的这种啊 就是这个友谊啊 杨老师 看上去就被我们吃小龙虾 既然是比赛 首先是竞争 其次还是友谊 电话你别说 我认真哦 没有友谊 来 杨老师太认真了 来 我告诉我 我看下来这四个答案的话 我会比较偏向于戴项链 因为他要跑来跑去的话 哦 我想到的是那种大疙瘩 那种很粗的那种项链 对 他如果碰撞的时候 对 二毛 二毛 你听我的 我觉得肯定是不能涂发胶 你看 这有大项链的发胶 你一定要听我 你听我说 因为这个 他足球踢的时候是有投球的嘛 发胶涂很多 球扎漏了 粘在上面了 是吧 粘在上面怎么看 不是不是 那涂的是发胶吗 对 我就说你这个 你看啊 你这种啊 这是指的这个韩国那种 哎 然后 C罗没有一场比赛 不会喷发加喷摩斯上场的 因为 拉丁人啊 尤其葡萄牙人有这么一个习惯啊 就是 他的说法呢是 我们葡萄牙男人 不把发型弄好 不出街 哇 你看 而且我们发现 足球 足球队员非常在意自己的发型 对 所以 你们的正确答案是什么 我们选C YES 你们选C对吗 对 C就是戴项链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 正确答案 请 介绍 哎 你为什么戴眼镜啊 好 恭喜恭喜恭喜 哦 他戴眼镜 啊这个我解释一下啊 国际足联规定球员在比赛中 不得佩戴任何的戒指 项链手表等视频 哦 连戒指都不能够戴的 你看这个肥龙队长就有问题了 是不是就戴了项链了 没有啊 别藏 别藏 你不用 你不用 他一看就也不能踢出球吧 对 相夫可能还有可能 咱们听一下下一道题 你们要抓住机会了啊 现在已经2比1了 请听题 一下哪个表白话术与足球无关 A 不知道什么是没开二度 只知道美女的日子分外难度 B C罗可以上演帽子戏法 我想你却没有办法 C 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 提进大四喜 D 不想把球放进网窝 只想把你带进心窝 我的天哪 这种 这种话要恶心死死 恶心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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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土味型画现在还蛮流行的 对啊 这个应该大家大概平生活当中 虽然可能不太会轻易的对别人说出来 但是比较希望有人对自己说 没有啊 有吗 我不喜欢 不喜欢啊 对 范威 这种话他特意 自己说还可以 但是 这倒可能会害羞 哎呦 来这样 我们先回答一下这个看看大家的选择 好 看选择 你们选择哪一个是这一答案的 3 2 1 1开始 哎 没唱到 没唱到 我们就是第3位讲的快 首先 你先告诉我 你平时说不说土味情话 呃我其实说的少 但是我知道 因为现在很多 网上很多人在发嘛 对啊 大概知道很多 就是你如果有一个一中人的话 你会通过什么方式来表达 除了说情话之外 我觉得说这种土味情话的话 是在熟悉过后 作为一个幽默的方式而已 但是如果你真的表白的话 我觉得要找成 我们现场给你布置好音乐灯光是吧 我们所有人 星星眼看着你 你选择一个你想要挑选的人 pick谁 好 有对有对 我觉得杨老师比较好 大家太熟了我就选 范围是吧 对对对对 来来来来来来来 真的pick你了 一定要忍住啊 别吐出来 没问题 人气队靠你了 我要是说说的好的话会加分吗 当然不会了 直接把他带到我们人气队来 是吗 这样啊 我们先来面对面 四目相对 这个时候灯光对 然后给一点浪漫的音乐 哇哦 好甜蜜哦 哇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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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赶紧注意吧 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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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个还有个 来准备准备准备安静 呃 呃我呃我选了好 ok 啊 表白完了 怎么了 啊 可能感冒了 哎太好了赶紧走吧 回家店银 您是不是着凉了呀 不是 啊 因为我对你 完全没有抵抗 啊 啊 我没有去找他 但是我也没有去找凉 等一下等一下 你说这是不是找抽 没有啊 你等一下 你不能 你有什么 裁判裁判 就是如果 如果我说的好的话 我们这里也可以加分 肯定可以 不仅可以加分 可以让你们 接下来的十场 都是都不用打提 就你们赢 OK 来 其实我也号称 土二情话想能手 真的吗 你要说吗 我喊action 你就开始进入状态 好不好 来来来 面对面 面对面 来 321 action 我等一下 我跟你说 我一般是 说战的话 我不会被撩到的 OK 对 好 你吃烧烤吗 不吃 你说你吃吗 我说我吃 哈哈哈哈 还得要求我说 我吃吧 你吃烧烤了 啪啪啪啪 啪啪啪 对 你你你 你就说吃吗 你也配合一下 你就说吃吗 来 好我吃 321 action 吃烧烤吗 我吃 你打算烤什么 啊 烤 豆腐 你要不要 考虑我 啊 你要不要考虑我 啊 哦 可以吗 可以可以 再来一个 还有吗 你会弹吉他吗 我会啊 怪不得 怪不得 你可以弹动我的心 哎 啊 配了配了啊 回去回去回去 你什么都不是真的 你什么都不是 太厉害了小八 我的天啊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不简单好不好 我的陈天鸡皮疙瘩都被你翻起来了 我作为我作为本场的裁判和导演 我不得不说 欢迎你真的输了 真的输了 你真的输了 这我是队长 我都真的 对不对 很简单的东西 范薇刚才在讲这几句的时候 真的我都觉得 一个女孩能够对自己讲出这样甜甜的话 真的 是啊 有什么都给你 但是很遗憾 就是因为过程当中呢 因为怀孕也配合了整个的流程嘛 所以我 我们觉得 不能轻易的就加分 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选择的 对对对 赶紧回答一下 小八回答一下 对对对 我们回答吗 对对对 刚刚是说 刚刚是谁 等我们抢到了 没错 刚刚是我抢的 是他抢到了 我们都听了 你们都忘了这事了 来来来来 你说正义答案是什么 这样吧 这样我让他们帮我答 但是颜老师不能说话 他们答对了过后他们加分 他们答错了过后我们加分 本来就这样 真的吗 这不就是在让分吗 不是 你是刚刚说了土威情况以后 已经变成对方对方的人了 对很明显是这样 他们一样都落底 那到底是你给答案还是他们给答 我们答 但是他们如果答错我们加分 那这样 既然刚才情话是对范威说的 范威你给我一个答案 我给你三秒钟的时间 三 三 二 一 我选D D 第四个答案对吗 对 好我们来看看正确的到底是什么 请揭晓 耶 对 哇 哇 太牛了 真的 因为我 就来真正的见面 一话来 来来来 都来都来 要不我们就等肥罗老师 你跟我走 来来来 不能就这么就换了 不能就这么就换了 我跟你说 我不知道他能打 但是 但是真的 太厉害了 刚才真的让人感觉 这个环宇在看到对方打对了之后 还露出了一丝喜悦 对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道题 没开二度帽子戏法和大四喜 都是足球的专业术语 分别表示进了两个球 三个球和四个球 只有把球放进网窝是不对的 因为足球是用踢打 哦 这个原因 我们接下来 来看下一道题目 请听听 3比1了 本届世界杯的预测猫阿卡留斯的 官方头衔是什么 A 圣彼得堡东宫警卫猫 B 克里姆林宫猫管家 C 莫斯科红场哨兵 D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管理员 这赤裸裸的是要跟我们的世界狗叫板啊 对啊 对 你们觉得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 请注意 3 2 1 开始 哦 范围强大了 范围强大了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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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围 范围强大了 来 告诉我 太厉害了 官方头衔是什么 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 那个 老师啊 你A说的有点大声 我怎么圆 好 好 其实我是觉得 我比较需要一只看家的猫咪了 OK 对 这只猫颜值长得这么高 一看就是夹毛 所以说 你别着急 范围强 你相信我啊 我知道这个新闻 这是一个新闻 然后我确定是A 我确定是A 他护你咧 我护不到你 他就是护你 我也确定是A 刚刚老师也确定是A 哦 那就是A吧 你相信我 相信我 但这个呢 确实是有讲究的 怎么说 我们从这个2010年开始啊 每次看世界杯 都会出现一个跟动物啊 相关的 相关的 大家一说起来 一说章鱼保罗都知道是吧 那个呢是南非世界杯2010年 而且呢 章鱼保罗是连中了6场 2014年有这个乌贼流 当然那不是动物啊 那连动物都不算 有乌贼流 还有这个羊驼嘛 都是够不看关于这个 是的 是不是有大象啊 他其实也许是巧合 巧合 但是被大家诶 奉为神兽 范威告诉我 你的答案确定是 A A 对我相信你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还是什么 我相信我白猫 请揭晓 恭喜 你会贴吗 赢了 在开题之前提醒各位 现在是4比1的笔分 请听题 有一位球迷曾因什么方式 主委被禁止进入赛场一年 A 搭乘热气球降落在比赛中 B 足领一台40米的起重机 C 在比赛中往球场上撒红包 D 在看台上裸分 OK 虽然大家不要丧失这个比赛的热情 虽然现在你们已经是4分 然后好像似乎已经赢了比赛了 但是万一我们有后边的加分题 万一后面有一道题 它直接是2分到3分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还是要认真地面对 好吧 来 3 2 1 开始 让他们抢 我都没有按下去 这次欢迎抢到 来 这个很简单 裸奔 不不不不 因为在看台上裸奔 你没有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是不错的 这个也是可以的 随便的 这可以吗 不可能 我是觉得裸奔不太可能发声 有很多很多很多 球迷太热情了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叫几米凤的人 所有的赛场都掳奔过 真的 他不会被警察抓起来吗 抓起来之后总得放了 放了之后他又去跑 但是刚才环宇的逻辑是说 他没有在赛场上 所以不会影响到整个比赛 因为荧幕是被禁止进入赛场一年 说明它是影响了比赛的正常进行 有点道理 所以我会选择 对 不不 因为它是发生过的事情 对啊 从这个上面这样吗 所以我觉得搭成热气球 这个是最不可能的 这有可能是一句字眼题 你小心 真的 他可能这个节目组很坏 出了一道字眼题 是说在比赛 他没有比赛过程中 你小心 如果按照你的逻辑 必须选B 因为A和C和D 都是有在看台上 在比赛中 对 李沙讲得对 所以应该选B啊 我们把这个权利 还是交给宁环宇 选B吧 排除同类像 选B吗 那我三十年 B 那这边宁环宇给出的答案是B 听了你啥名字的 耶 来我们看一下 最终的答案是什么呢 请揭晓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是一位土耳其球迷 为了表达自己对喜欢的俱乐部的支持 而做出的举动 结果被这个体育场禁止入场一年 哇 看着我这样 真的 真的是 真的是搞了一个启动 酷 酷 酷 是不允许 对 但是是蒙中的呀 来这样啊 你看 现在追上又追上了一分啊 我们接下来 没关系 还有题目 还有几道 不告诉你 来 请听题 一下哪个关于球场的说法是错误的 A 泰国南部有一座漂浮足球场 将球踢飞需要划船去去 B 瑞士有一座海拔2000米的球场 只能坐缆车上去 C 摩洛哥阿格兹沙漠足球场 连边线都没有 D 世界上最难的托斯里克足球场 位于南极圈内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吗 对 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像这样的题目 实际上是可以给很多 平时不怎么看足球的人 给他们普及一些知识 我们真的想知道 到底这样有特色的一家足球场 应该是选哪一个呢 来准备 3 2 1 开始 哎呀 严谦老师 这应该是吊在了饭碗里了 那肯定啊 对 这个呢其实属于 是这个常规知识里面 那些相对冷一点的知识 那这个题目呢也套有一个题目陷阱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两重陷阱 我知道这个泰国这个漂浮球场 是确实有的 然后呢这个阿格兹沙漠足球场 连边线都没有 当然了在沙漠里面 你这个边线都没法设定啊 这个黄沙滚滚一下就淹没掉 对啊 瑞士我听说过 有一个在阿尔卑斯山上的球场 2000米 对 然后呢阿尔卑斯山呢 我曾经去过好多不同的风 不看见啊 一般超过1300米的 你都得要坐篮车上去 所以2000米以上是成立的 而最后这个托斯里克球场 是在北极 所以他应该是最北的球场 而非最南的球场 哦 他改了一下这个 对 他如果说 哪个说法是错误的 咱们就只有选地了 太厉害了 我的天哪 那完了 学习了 学习了 对啊 反正好像就是这么回事 我都觉得 是吧 没什么好反驳呢 啊 那这样我们直接来看这位答案 来介绍这道题的正位答案是 恭喜 我都不想到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看一看这个世界上最难的这个 哎 这个足球场长什么样子 你看就是这样 最北啊 最北啊 最最北的 对 最北的 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对 其实也是告诉大家 如果要是有机会的话 可以旅游的时候去一去啊 好漂亮啊 这些特色的场地 好酷啊 对 那么啊 截至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可以看到两队的比分是5比2 接下来的一道题呢 还有吗 确实是没有准备 确实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 刚才呢 就是我们的人气队 已经放弃了游戏了 就有一种那种很疲惫的感觉 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 我们随败有柔 啊 随败有柔 因为我们陆地就是把宁怀宇 就是送到最上边 人下游戏 哎 没有问题啊 那希望你们接下来能够 以饱满的热情来迎接我们的惩罚 就让吧 就让吧 在我们惩罚之前想问一下 今天晚上是有比赛吗 有比赛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特别想这时候 跟苏醒老师连个线 看看他什么样的心情 哎呦 他有预测了 因为阿根廷要跟克罗蒂亚交手了 而且呢 据说这两天啊 梅西 状态 心情都不太好 而且阿根廷过去两天的训练 都已经被封闭了 哦 所以说今天晚上这个 还是值得期待的大家 对 这两天最好别找苏醒 我估计苏醒这日子也挺难过的 本来就一个 就进入到一个情绪 非常不稳定的时间 对 然后那个黄宇 你对晚上的比赛 有没有什么预测啊 其实今天晚上的比赛 他轻松啊 他现在已经四分在手了 对啊 我轻松啊 当然 对 我的葡萄牙 已经差不多可以确定出现了 确定出现了 和西班牙同级四分 现在同时排名第一 那其他的比赛 你就抱着什么心态来看呢 抱着看热闹的心态 然后那个我觉得今天晚上 阿根廷克罗蒂亚的话 还真不好说 不好说 因为阿根廷现在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他其实场上的球员 个人能力特别强 你要小心说 我们这个节目 我们说完了之后 很可能预测就会上热搜啊 但是他的那个位置 球员相似度太强了 他没有很好串起来 但其实克罗蒂亚 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抱一个冷门 小冷门 但是也 最大的可能是平 OK 但是也有可能克罗蒂亚 你你 你怎么说话总是 因为我把所有的结果都说了 你这个预测到底 预测到哪去了 那我预测 克罗蒂亚 克罗蒂亚 好 OK 不知道今天晚上的比赛 到底会怎么样 但是告诉各位的是 待会儿比赛开始的时候 至少还有我们的火星世界杯 来陪同你一起观看 接下来呢 我们的人气队 要去接受惩罚了 看看他们的惩罚 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惩罚区 开心 开心 欢迎回来 各位 现在我们已经在惩罚区了 那么今天的这个惩罚呢 应该是史上名字最长的一个惩罚 叫做 背你翻山越岭 却无心看风景 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整体是怎么玩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是有点难度的 就是 呃 由 输的这一队 不用你是 不论你是用抱 还是用背 还是用什么方式 把赢的这一队的其中一个队员 从我们这个 纸牙板的跑道 开头 一直 背背背 然后翻山越岭 然后一直背到这个位置 看到了一个 看到了一个魔方嘛 啊 然后这个时候 你可以把身上的这个人放在地上 然后自己呢 跳起来 够魔方上面的 手里面拿着这个虾片 在指甲 还要跳 对要跳起来 然后这个赢 赢的这一队 他就会拿着这个来动你们 啊 就有点像 那就跟世界狗是一样的 世界狗是差不多的 然后 吃到了这个虾片之后 回到这个足球这里 一脚射门 射门 如果射门不进 你就要重新再来一次 有那么多养松圈吗 所以我们有十包买了 有 来一箱 准备好了吗 你们都理解意思了吗 然后我们的这个 输的这一队 来到我们纸牙板的开始 好 你们 在开始之前 先选一下谁来 陪他们一起接受这个手法 第一个人选谁 要不小巴吧 小巴比较瘦 对对对 你先来 我们把难度降 我们还是有人性的好吗 既然他先来 范威先来 好嘞哥 我先来 哈哈哈 安排上了安排上了啊 我是队长 我刚刚 我是队长 那没办法 他已经抢了 你想要怎么样让 你是背他 还是抱他 还是怎么样 我他穿纸牙不放 我抱吧 抱是吧 好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那咱们就回到你们的位置 你们在这看风景啊 好 来来来来 我们这边接受惩罚 准备开始啊 准备开始 呃我怎么办 没事这个特别健康 这个特别健康 好 来 一二三 走啊 OK 好 哇 哇 欢迎你来的 鸡蛋糕 哇 收费战 好 到了魔方这里 把他放在魔方上 放在上 把他放在魔方上 然后 由范威来斗环鱼 他要开始吃你的手上的那个 吃这个吃这个 啊就这么简单就吃了 哈哈 好像那种婚礼上的游戏哦 哇 哈哈 还有什么地域 对 因为因为他 哇哇哇 生爱生杀 哇哇哇 这么痛 没事 你就刚健身了 健身了 范威 范威咱们也不要太 好 究竟我们新郎吃不吃得到 我们今天这个洋葱圈呢 不要 来来来 再往高 往高 哎 哦 知道了 哎呦 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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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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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就不管他了 哦 哇 没事没事没事 你就不管他了 哈哈哈哈 真的是 来 这边接下来是李莎 李莎 呃 我 我选她了 李莎你选谁 我 我选二毛 你选二毛 为什么选她 二毛来 呃 疼 因为 那个身高差异 你懂吗 我们两个差多高 就说矮嘛 但是二毛的 但是二毛的体重是重的 我有一百三哎 大姐 我帮你拿着 真的哎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背李莎好吧 你来背李莎 我来背 他说他来背你 我来背你 这个 痛苦者要来的 让他来得快一点 李莎还不乐意 哇 哇 你真是快意 哇 哇 哎呀 哎呦 哎呦 哇 哎呦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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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毛 他已经走了这么长了 对 你就抱他 我帮忙你来 没有啊 三二一走 哇 二毛还是很绅士的 你真的没有讲假话 哎 你这个妹子真的还蛮 十成的 我只能说 一是十成 二是真的有点成 来 我的天呐 啊 痛不痛 好痛 痛不痛 啊 啊 妈妈 为什么要来 参加这个节目 啊 好痛 哈哈哈 你把我慢哭 好好好 开始跳 开始跳 这个不好吃 我真的没有动啊 他自己动 在这 好 射门 射门 放这里是吧 对 我们有任何运动细胞 我的运动细胞全 用在踢尖子上了 我试一下 差不多 哦 可以 啊 好 欢迎 欢迎 哎 哎 这还有一个 哎 哎 哎 来来 把您抱下来 哎呦 都一样 哎 被疼了 真的 哎 我觉得 这个怎么不知不觉 你就变成了受罚的人了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下一环节 就是下一个人 下一拨好看 下一拨人 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 我现在 你觉得 肥龙 和 强哥 没事 你们两个人选择一下 我个人觉得你们抱谁 谁抱谁都 我其实觉得 我就像是世界狗一样 预测到这个结局了 那就是吧 我预测到了 来吧 你们怎么办 有背我就行了 千万别抱我啊 这个我受不了 我宁可抱你 上来 我带来 好好好 我走了 走 啊 啊 啊 坏 坏不凶 好 我什么节目啊 这来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啊 我变化了 还不错 还是挺顺利的 不许下来 要跳了 要跳了 怎么就 要跳了 你知道吧 我知道 我知道 虽然看不出来 就这样啊 绳子你还是省了吧 好吧 就这样啊 绳子老师吃的只有那一块绳子 没有你吃的 你把它接下来 他除了世界杯和西方人以外 把球先去进去 不要说你用脚筋 不要用脚筋 太可怜了 我的妈呀 二 一 还没有进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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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天 你把老师接下来 你把老师接下来 个人觉得呢 刚才在这个惩罚环节里面最好看的还是怀宇和范薇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伪系都在增加 我觉得有点 画面好看吧 画面好看 那个那个 我后面两组怎么了 不是 李莎那一组是觉得心疼 对 李莎你说 我们像两个卖衣的人 真的 真的 肥龙和强哥 嗨 不管怎么样啊 我们觉得今天在这个环节里面 大家其实不管收获了多少的那个题目和分数 我们至少收获了一些塑料友谊嘛 是不是 是有吗 有 还是有的 还是有的 然后呢 在这也是提醒各位 我们今天的这个惩罚环节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火星世界杯 明晚的八点 请大家准时收看 有芒果TV独家播出 银河会独家制作 四个体育独家专业合作的 世界杯脑洞综艺秀 火星世界杯 在这也要提醒大家 登陆芒果TV参与世界杯比赛 节目预测 PK预测神宠世界狗 您还有机会获得芒果TV会员卡 以及芒卡提供的十万元大礼包 用芒卡免流量 在这呢 不要走开 接下来还有我们的精彩的火星新闻局 等着大家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拜拜 好 辛苦大家 辛苦 谢谢 哈喽各位伟球迷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火星世界杯的新闻发言人 马瑞玛同学 今天有哪些不正经的世界杯新闻发生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路边社记者的报道 昨天的比赛 我只想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平淡 三场比赛都是小比分获胜 葡萄牙一比零 胜了摩洛哥 把摩洛哥提前送回了架 乌拉圭一比零胜了沙特 把沙特提前送回了架 一个西班牙一比零胜伊朗 还好 伊朗理论上依然是有出现机会的 没有想到这个词 有一天也会用在其他队的身上 就像听到了 留给德国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一样 我简直都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 葡萄牙对摩洛哥的这场比赛 开场还只有三分多钟 C罗就是一记投球闪电破门 这个呢是本届世界杯第二块的进球 第一块的呢 也是C罗贡献 就是对西班牙的那场 三分三十秒 主罚命中的那里点球 所以说不服不行啊 有人说这个没有C罗的话 葡萄牙整体的水平也许会掉几个档次 足球确实是团队作战 但是C罗却将个人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那这类关键性的进球 奠定了昨晚的胜局 也提前把摩洛哥队送回了老家 昨天的比赛对于苏亚雷斯来说 也是相当的重要 这是他代表乌拉圭国家队出征的 第一百场比赛 不负重望 在第二十二分钟 苏亚雷斯就破门成功 算是给自己的里程碑的征战 交上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 最后呢 乌拉圭凭借这一粒进球 不仅把这个沙特提前送回了局 而且呢还和东道主俄罗斯携手出现 昨晚西班牙队则是涉险过关 在伊朗的铁桶镇 这个高压之下 艰难的突围 一球小胜 算是掌握了出现的主动权 代表祖国参加世界杯 应该是每个球员的梦想啊 但是有的球员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克罗地亚的球员卡里尼奇 他就是因为对打替补这个角色不满 拒绝上场比赛 随后呢 克罗地亚队呢 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是吧 向全世界宣布 开除卡里尼奇 哎呀 这个30岁的卡里尼奇 可能是因此永远的告别世界杯的赛场了 这其实已经不是他第一次临场搞事情了 在世界杯之前 与巴西队的友谊赛当中呢 这个卡里尼奇 他就因为同样的理由 拒绝上场比赛 明天的凌晨两点 克罗地亚将迎来和阿根廷的关键之战 希望这样的事情啊 不会影响到克罗地亚队的发挥啊 绿音场从来不缺细精啊 假摔恐怕是最考验演技的了 啊 好事的火音新闻局呢 为球迷朋友们整理了一波足球界最奇葩的假摔 前方功能 小心你的腹肌 肏肌 根据地球媒体纽约每日新闻的最新报道 本届世界被开在仅一周的时间 这个莫斯科的啤酒库屯已经全线告急了 这怎么可能呢 很多的商店酒吧餐厅都已经没有啤酒销售了 看到这里我特别感谢外卖小哥 是他们保证了我们这种伪球迷看球的最大乐趣 我们哪里是要看足球啊 我们分明就是来吃宵夜的嘛 根据一家外卖平台的统计 世界杯开在的当晚 仅三个小时就已经送出了28万瓶啤酒 153万份小龙虾 要知道在吃这件事情上 咱们中国人可是从来不服输的 上届世界杯武汉人民可是啃掉了2000万根鸭脖子 不过提醒大家 这个一口一口吃下去啊 那就会一斤一斤的涨上去哦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条暖心的新闻 本届世界杯是埃及对时隔2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 许多埃及球迷纷纷前往现场为球队加油助威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赛场外呢 有一位坐着轮椅的埃及球迷 无法看到大屏幕 他身边的几位墨西哥球迷和哥伦比亚球迷呢 便将他连人带轮椅一起扛在了肩上 共享世界杯带来的欢乐 哎呀看到这一幕 我相信很多的屏幕前面的球迷也是非常的感动 正所谓啊 这个足球无国界快乐无国界是吧 希望每一位前往俄罗斯 现场看球的球迷朋友们 都能够收获一次完美的体验 今天的回应新闻局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面去看一看世界狗 今天更青睐哪支球队 大家好 我是世界狗 今天预测的是阿根廷球队 对战克罗地亚球队 这可是潘帕斯熊英和格子军团的强强对话 毕竟我是阿根廷的球迷 梅西加油 阿根廷必胜 世界杯进入到第八个比赛日 预设变得越来越难 因为第七个比赛日打出了三场1比0 强弱之间区别不是那么明显 那在第八个比赛日 后半夜北京时间 阿根廷和克罗地亚的比赛特别值得关注 因为据说梅西进来状态不好 心情和状态都比较低落 而克罗地亚方面是开除了他们的T5 前锋卡林尼西内部也有一些纷争 这场比赛阿根廷想要获胜很难 阿根廷据说可能会辩阵 有可能会打三后卫 这两天训练也是对外部封闭了 他要获得一场胜利 要解决过度依赖 没气的问题会非常非常的艰难 所以这场比赛 我觉得阿根廷可能还会是一场平局 而此前的两场比赛呢 我们都发现啊 世界杯北京时间早场的比赛 八点这一场的比赛 往往这个比分和场面状态都比较低迷 所以丹麦的澳大利亚 以硬对应分出高下会比较难 另外呢中间那场 法国对秘鲁的比赛 法国实力因为应该会略微占有 小声可气 感谢首席社交媒体新浪微博 特别合作媒体新浪娱乐 新浪新闻口端 战略移动资讯平台 网易新闻特别合作 扎可见面 网媒支持 凤凰娱乐 北京网 环球网 中国日报网 中国青年网 中国娱乐网 大乡网 红网 南方网 大众网 中国综艺网 猫铺娱乐 中共文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